高雄市议员黄杰面临被罢免危机 中学会宣告罢结案正式成立 还要在明年2月6号进行罢免投票 面对这波的危机 黄杰正面迎战 强调身为民意代表 应该要接受检验 也会尊重选民的决定 相较于当初他当选的票数 一万八千多票 这次的罢免门槛 至少要达七万三千票 才能平稳过关 罢免黄杰案已经通过 也正式成立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凤山人民 已经展现出要淘汰掉 不适任民意代表的意志 高雄市议员黄杰罢免案 经中选会宣告成立 距离罢结只剩最后一礼路 我们凤山不需要 不替凤山人民 坚持瘦肉筋领检出的民代 面对罢结团体 突破两阶段连数来势汹汹 黄杰正面对决 我身为高雄市民 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本来就应该要 时时刻刻接受市民的检验 所以承担这一次的挑战 是我的责任 也是我的义务 而罢结案18号宣告成立后 黄杰必须在12月底提出答辩书 中选会将在明年1月5号 发布罢免公告 17号完成投票人名册编造 1月底进行公办电视辩论会说明 2月2号前公告罢免投票人人数 2月6号投票 9号公布罢免结果 2018年的时候 非常感谢有一万八千位朋友 支持我 让我能为凤山服务 但现在凤山需要更多人站出来 跟我一起面对这次的挑战 不过相较于黄杰的当选票数 一万八千多票 罢免门槛至少需要七万三千票 才能平稳过关 而继罢韩案后 高雄睽违半年 再度出现第二场罢免案 也让罢集案成为全台瞩目焦点 记者高雄怎么报道